好 那感谢大家来参加 今天游戏经济学院举办的公开课 大家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呢 并且能够看到我的画面 麻烦在这个Q&A的这个地方 给我敲一个1 好 我看有个人说可以听到 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次使用Zoom这个系统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你这个屏幕上面有写着这个Q&A的地方 大家如果是讲座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多欢迎以文字的形式先给老师 就在这里留言 我们随着讲座的进行 和最后几周五到十分钟 会给大家统一的几答问题 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 数据应用学院的公开课呢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数据应用学院是 北美第一家以战士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我们是为这个北美留学生 提供求职的最佳路径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讲座呢 是专门讲这个广告大数据和工作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主要是会从以下几点来给大家展开 一个就是这个计算广告的原理算法和实践 以及这个广告业务的数据科学的职位的 这个面试的题 面试的题的一些讲解和这个范围 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个Kids Study 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荣幸的请到了 这个数据应用学院的Jason老师 那Jason老师是数据应用学院的CEO 及创始人 也是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Data Scientist 同时是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 以及南加拿大UIC的课作教授 那大家如果是想进一步去探索 这个包括设计科学的一些求职呢 市定用学院这边在7月20号 就是下周末会有新的一期 这个设计科学家的课程 一共是16周的课程 会带着大家去做一个 Live的开口比赛 同时会有三个课内的project 包括这个Fintech NLP和推荐系统 同时就是配搭这个简历修改 Mock Interview和内推等 这个求职相关的服务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呢 可以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变加我们这个客服的老师 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那同时我们参加公开课的同学呢 都会有一个独家的优惠大礼包 然后左边也有我们这个邮箱和电话号码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好那大家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 我们公众号叫大数据应用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跟数据科学 跟数据分析和算法相关的面试题 每天都会给大家这个公布一道题 然后转天是给大家发布这个答案 然后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原创文章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那底下我们介绍两个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个是这个AIP 就是是做专门做数据类 然后软件开发类求职站式服务 AIP有这个QVIP的项目 是进行这个会给同学进行AI的智能评估 然后有精准的岗位匹配 大家如果是对这种找到工作在付费的项目感兴趣呢 可以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联系AIP的导师 同时这个底下也是有包括网站 包括邮箱和电话的联系方式 同时AIP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 叫做北美求职之北 会给大家有这个行业求职的经验分享 以及这个实习岗位的内推 大家如果是正在找工作 也欢迎关注这个北美求职之北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partner呢 也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 中文叫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 它这个英文缩写就是正好是这个Ideas 然后最官网就是在这里 这个joinideas.org Ideas办过很多这种线下的data science 然后AI甚至包括blockchain 等相关的这种线下的conference 所以如果同学是感兴趣对这种线下的活动呢 也可以关注Ideas 或者是到这个官网上去check out 就是你所在的城市 或者是周围的城市 最近有什么线下活动 那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下周末的公开课 我们下周六的每40点的上午10点到11点呢 去给大家讲这个 如果你是求职跟数据类相关的岗位 那你这个简历里面都应该包括哪些因素 然后下周日的同一时间呢 就是这个5点到6点呢 是我们讲这个 在这个体育 就是体育大数据吧 在这个体育行业 这个有哪些 这个数据的应用 以及工作的机会 大家如果是对这两个公开课感兴趣呢 可以扫描这个对应海报上的RM码 来进行报名 我们所有这个周末的讲座都是 这种一小时的讲座都是免费的 然后同时我们会 讲座进行结束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录像放到我们的YouTube平台 所以如果说小伙伴 对哪个topic感兴趣 但是没有时间来参加呢 你可以在YouTube里面搜这个 搜中文数据应用学院 或者搜英文的这个 Data Application Lab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然后可以查看这个往期的公开课的视频 好 那我前面的介绍呢 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屏幕 交给我们今天的Jason老师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 好 我先控制一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并且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请你帮我回复一下 可以听到可以看到 我是数据学院的Jason老师 好 我们同学打了一个No.1 就是No.1 估计意思是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意思 对 好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广告的这么一个话题 为什么就是说要安排这样的一个workshop呢 主要是就是最近很多同学在投这些简历啊 然后之后还有就是找工作过程当中 其实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广告方面的一些机会 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数据学院有一位老师自己呢 等于是做了一个创业的公司 也在做这个广告方面的一些数据分析 在这个创业这一块的话 就是广告这一块的大数据处理 也是一个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应用里边 比较hot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技术 以及工作的一些机会 今天我们主要是有这样四个topic吧 对 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是数字广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数字广告的这个策略 因为在一部分就是商业分析师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里边 也就是他的responsibility里边 有一部分其实是帮助企业 在这个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advertising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分析 和商业分析的一些任务 所以的话我们给稍微介绍一下 数字广告的一个策略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 career的opportunities 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同学做的一个 case study 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 让大家大概知道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 数据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基本的方法是什么样 好 那么第一个话题就是 什么是数字广告 对吧 数字广告的话呢 它实际上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广告 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想同学在美国 咱们上学的时候会经常 比如说我们在图书馆 是吧 可以去pick up一些 叫什么 就是flare 对吧 等于就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书籍的广告啊 电脑的广告 这个图书馆都有一些flare 纸质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学生宿舍 他也会寄给我们一些catalog 对吧 就是一些那种大本的册子 是吧 里边有很多教材 然后计算机的这种广告 然后我们还看到 比如说电视里边有广告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数字广告的话 主要是区别于这个传统的那种 媒体的这种广告 主要是指以这个数据驱动的 这种广告的方式 它主要是什么 用了什么 主要是用了一种 咱们在互联网上 这种这个技术上面衍生出来的 一种广告的形式 跟以前我们在图图馆里看到 那个单章 是吧 还有我们收到的这个报纸 以及catalog 以及我们看到的就是 电视里边那个广告 其实是有一定差别的 那么这种基于 internet的这种广告的话 我们平常看到的 比较多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登录一个网站 然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在你的左边 或者你的右边 对吧 会有一些这个广告栏 然后上边会有一些banner 是吧 就是投放这个广告的这种位置 这个是在你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 你看到的 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 你在那个 Google去做设置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搜索的这个条目 前边有一些 就给你打好了 就是 AD 等下来就是 Aids 就是广告的条目 那个是付费的广告 可以在搜索引擎里边 是排钱 或者的话 你去Facebook 对吧 你打开你的Facebook的APP 或者你在你的这个网络浏览器里边 去访问Facebook 对吧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Facebook这个系统 传送出来的这个广告 包括有的时候 你上Linkedin 你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广告 就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基本上都是 数字广告都是基于 这样的一些形式 包括 有网页的 也包括有一些 Mobile这个设备的 对 那么 什么是这个数字广告 数字广告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实际上是什么 是 以帮助企业做promotion 然后帮助企业 等于相当于 就是 deliver这种message 做branding 是吧 它的广告的 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 email 可以通过 social media 是吧 还有就是 刚才咱们说 这个搜索的引擎 还有banner 咱们刚才说了 还有一些 mobile app 是吧 这个 affiliate program 是说 比如说你有一个 个人的一个网页 对吧 比如就叫 jassondatascience.org 对吧 那么我发表了很多 datascience这些 是博客 那么我可以在我的 这个广告栏里边去 比如说去推广一些 amazon的一些书 那么我跟amazon之间 有一个 affiliation的 一个关系 对吧 那么比如说 别人通过 点击我的 这个网站 就是jassondatascience.org 对吧 或者是 datapllab.com 是吧 这个banner 那么的话 点到这个 amazon了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 affiliation 这本书 如果卖出的话 amazon其实是 可以付给我们 费用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 很多种 不同的广告的 形式 那么这里边 有哪些 participants 就是 会有什么样的人 去参与到 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 我觉得第一个 等于相当于就是 有这个广告 需求方 等于相当于就是 我们可以说 叫什么clients 等于相当于就是 要去做广告的 这种人 或者说是什么 或者是 要去向别的平台 去投放广告的 那种人 对吧 还有一种是 supply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指的 就是说 能够提供 这个广告渠道的 这个提供方 比如说 datapllab.com 对吧 就是书军医院的 这个官网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 开一个广告栏 然后让你去 把你的广告 放在里边 对吧 比如说 Facebook 对吧 它可以向Facebook 这些members 去投放 这个广告 对吧 那么 比如Google Ads 就是 谷歌的这个广告 那么 它可以在 通过谷歌的一个系统 把这个广告 这个传送出去 所以他们是提供 等于相当于supplier 这 audience是什么呢 audience就是说 指 像 你跟我 比如说 我打开了我的 Facebook的app 对吧 那么的话 就是 一个广告 到我这儿来了 那么我就是 这个广告的一个 信息 收到信息的人 等于这个广告 如果它 在我这里 显 显 是显示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 这里边有个概念叫什么 impression 就是一次显出 比如说我打开了 这个 Chromebook 等于相当于 就是打开一个小电脑 然后里边我打开一个 网络的浏览器 比如说 Firefox 或者Chrome 对吧 那么我进入 Facebook 这个页面以后 我登录我的账号 那么这个时候 Facebook 也可以向我投放 这个 广告 这也是在我 这个网页里边的 一个impression 那么 我作为 这个 这个广告的 这个信息 这个渠道里边 我就是 一个 听众 对吧 好 这三个就非常的 重要 因为你要想去 做这个 广告方面 这个数字的 这个分析的话 你对这个系统本身 是吧 它的这些 Roles 就是角色 你要先有一个 清楚的定位 然后下边我们看一看 这个广告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广告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的话 主要是 你比如 你将来你做一些 商业分析方面的东西 就是帮助公司 去提升 他们广告的效率 是吧 帮助公司去 track他们的 这个广告的 ROI 然后帮助公司 去分析 这个 contents based 这个广告的 这些performance 对吧 你要想做 这种工作的话 那么 你不仅仅要去明白 这个广告里边 这个几个肉 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去知道 你们这个广告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 对吧 作用的话 我们这里面 大概讲了五个 对 第一个就是 info 等于相当于 你就是等于是 向你的audience 去推广一个products 或者推广一个brand 对吧 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品牌 然后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怎么样 是 待会我们会讲 那个广告的策略 实际上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是 让你的这个听动 他们awareness 他们知道 有你这么一个产品 有这么一个品牌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实际上 你所关心的这个 比如说 你现在你要用这个 数据分析的方法 对吧 那这个地方 你关心的matrix 是什么 你关心的这个matrix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你的这个 广告的这个打开率 比如说你投在 Facebook上面 那么有多少人 是click了 对吧 因为你想想 你在Facebook里面 他把你一个 他把你这个 比如说 数据云宣的这个 广告或者是 ideas 国际数据工程 与数据科学 这个协会的这个 10月份的这个 AI大会的广告 投到你Facebook的这个 你打开的这个 网页里边了 但你看见没看见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只能是知道说 你是 你点击了 ideas 这个 信息 然后之后 你到了 ideas 这个landing page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你是 你是看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 点击相当于 你这个地方的 KPI 你将来你进行 计算 或者进行这个 data专闻的这种分析 数据区 那种分析的时候 你关心什么 你关心是click click counts 或者是就是 比如说你 每天 是吧 比如说你是花500美金 那么Facebook guarantee 比如说可以像 洛杉矶附近 比如说一万人 投放你的这个广告 那么比如说 你的 整个的click 除以你整个的 这个impression 是吧 那么你就是 等于相当于 是一个click through的一个read 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 广告的这个作用 是什么 是prothread 等下就是 说服一个 说服一个 听众 或者一个 这个用户 OK 是有这么一个产品 有这么一个功能 对吧 然后他当然还有一个 remount的一个功能 等下就是提醒你 我们有这么样一个产品 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下边还有 brand awareness 这个就跟inform 那个其实是一样 就相当于 告诉你 我有这么一个品牌 然后这个direct response 是说 我们这个广告 比如说一个email的 一个广告 投机给你了 对吧 那么你也打开了 这个email 然后里边的话 有一个 今年10月份 是吧 在路上街举办的 这个门家座最大的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大会 是由ideas 这个主 是主办的 好 你对这个挺有兴趣 你点了 是吧 到了这个ideas 这个主页里边 这也算是一个 direct这个response 对 这个就是你 播放这个广告的 你的一些目的 而这些目的的话 直接其实是你将来做数据分析 或者商业分析的时候 你关心哪些 这个kpi 关心哪些matrix 对吧 这些的话都是 非常的这个重要 下边的话呢 我们介绍那个 广告的那个 策略的时候 你还要去关心什么 还要去关心 conversion rate 对啊 那个到时候我们下边 这个的pvd会去介绍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广告都包括 哪些这个 market directory 第一个 这个classified广告 对吧 这个里边的话 等于是 你可以看到 比如像什么 你可以在cracklist上 去放广告啊 你也可以就通过一些email啊 然后比如说什么 这个 汽车呀 什么房地产呀 工作啦 然后service啦 然后这个 买和汽车的 买卖各种 这种东西的买卖 你这个都可以 通过这个分类的 这个广告来去 进行这个 投放 第二种类型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叫 video的广告 等于相当于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就是 instream video里边 播放一些广告 或者是等于相当于 就是 在这个outstream里边 去插播一些 这个广告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 web page上面 有这种 视频的这种 这个广告的 这个 投入 像一些gaming的公司 它会在game里边 去插一些 对吧 这个就是等于是 视频方面的 这种广告 对 social media的 对吧 等于是社交媒体的 这种广告 我们刚才介绍了 Facebook和Linkedin 是吧 这个Google Plus 可能现在用的 不是特别多了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 Twitter 是吧 Timber 还有一些 比如说 ins 对吧 Snapchat Pinterest 对 这些的话呢 是现在 我觉得是 在数据分析 这一块 大家做的 比较多的 就是 社交媒体的 这种 广告 banner 等于相当于 就是在你的 比如说 在你的网页上边 是吧 你有一个banner 然后里边 会去投放 各种各样 不同的这个内容 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什么 是这个Search 就是你在做 这个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 你在Google里边 现在你如果去 搜索 数据科学 对吧 你会看到 他前面 排了几个 数据科学的 这个 consulting的公司 以及培训的公司 那么他们实际上 是一种广告的 一种 凸显的一种形式 等于他会告诉你 这些是广告的条目 但是下边的话 过了三条四条之后 下边才是真正的 搜索了这种 这个条目 这个就是平常 你能够使用的一些 广告的一些手段 对 特别是比如说将来 你到了一个 一家公司 对吧 然后之后 你申请了一个 business analyst 一个工作 那么的话 就是 那么 首先你要知道 如果要你去 管理广告 这一部分 这个业务的话 你要知道 你们都有什么样的 广告的形式 对吧 那么作为你们 这个一个公司 一个产品 那么你用哪一个形式 对你来讲 是 这个 是 是最好的 对吧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份资料 这个是 也是我们的 老师 这个准备的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 从2016年开始 到2020年的 2022年的一个预估 就是在整个这个 广告里边的类别 比如说 banner 比如说 video 比如说 搜索 引擎 social media 以及分类 你会看到 几乎分类广告 可能变化不大 对吧 但是 你会看到 social media 的广告的氛围 以及 这个搜索的 这个 广告的增长 这都是非常的 这个 显 是显著的 对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 明显的提示 就将来 比如说 你要去职业发展 就在哪一方面 会稍微 比较 这个 有 更有希望 更有前 更有这个 前景 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些广告的背景知识 一个好的广告的一个数据广告的一个策略 对策略 那么我们谈到数据广告的策略就是要去提升你广告的效果 对吧 overall的话呢 是提升你的 ROI 就是Return of Investment 就你在广告这一块 比如你一年 你投入50万美金 或者投入500万美金 对吧 这是根据你公司的一个预算 那么在这方面 你 把这些预算 投在 哪个渠道里边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那个渠道非常的多 比如说classified 分类广告 比如说媒体广告 比如说 这个banner的 对吧 搜索引擎的 对吧 就是搜索media又包括什么 你可以 比如说Facebook 你可以Linkedin 你可以 这个 ins 对吧 这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渠道 你分配在哪个渠道里边 还有一个 你的这个广告的 这个形式 内容 是吧 是什么样一个形式 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是将来 你工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氛围 你就是要用 数据驱动的方法 数据计算的方法 数据分析的方法 帮助企业 把这个广告这个业务 开展好 最终的overall是什么 提升 ROI 就是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 你的这个广告 这个budget给公司带来 决定的这种 Return 好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就关系到 你如何去 如果你想去 等于相当于 帮助公司 做数据分析 提供它的performance 那么首先 这里边就是 William的这个 Persetion 这么一个model的话 这是在这个业 在业界里边 大家比较这个 认可的这么一个model 它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非常类似 非常类似我们平常所说的 那个 那个 Marketing final 一个销售的这个load 对 那好 那么 他认为 应该是有 如果一个好的 一个广告策略的话 应该是有六个步骤 然后每个步骤的话呢 会不断的去convert到下一个步骤 然后每一次这个conversion的话呢 可能你的这个convert rate 就是在零到百分之百之间 那么的话 你的这个下一层的这个 流到下一层的这个用户也好 或者是你的流量也好 会一点一点的是减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是从什么地方 最上一层是什么 最上一层实际上是什么 是说你要去expose 或者是presentation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向你的受众 就是audience 咱们刚才不是说有三方吗 对吧 一个是广告的什么 这个提供方 是吧 还有一个是广告 需要发放广告的这些client 还有一个什么 是audience 那你第一步实际上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message deliver给你的这个audience 通过特别的一个渠道 就像比如说 一样在Facebook上面去做广告 我们每年都会在Facebook做 是吧 10月份的人工智能大会 因为要有3000人去参加 对吧 那我们可能从8月份开始 就会在Facebook上去做响应的广告 让大家知道 对吧 有这么一个大会 是整个南加州是最大的 对 那么你向用户投放了以后 那么在用户这一端的话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 它要知晓 有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会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其实你就已经有一个conversion了 就等于相当于就是 你就已经是 不是百分之百的流到第二层了 对吧 然后再往下的话 等于相当于understanding 也就是你的这个广告的内容 要使用户怎么样去明白 你的这个产品 你的这个服务是什么做的 对吧 这个时候你的contents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吧 比如说 我们通过这个email compeer的这个广告的形式 那么我们会介绍 人工智能大会里边的 是吧 每一位speakers 我们这个人工大会 一共有八个这个meeting rooms 包括比如说有人工智能 有深度学习 有这个数据分析 商业分析 是吧 有这个区块链 有5G 这个通讯 有IoT 对吧 那么让你去 understand 就是这个产品 和这个服务 然后下一层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等于相当于就是说 让这个 你的这个受众 你就看到你广告的人 他怎么 他要去 等于相当于 接受你这个信息 接受你要去 deliver的这个package 这个message 接受你要deliver的 这么一个branding的这个信息 下边的话 等于就是retention 等于相当于 他因为你这个广告 本身的话 其实你 你投放出去之后 其实是有一定的 这里边有一个叫 广告的一个 半衰期的一个理论 等于相当于就是说 如果同学们上过 我们这个商业分析课的话 我们的老师在课里面 介绍了这么一个理论 等于相当于 我今天播放的广告的话 实际上 不同的这个广告的形式 它是比如 有的是三天时期的半学期 有的是几个小时时期的 这个半学期 这个广告实际上不是说 看完就没有 它是后面还是有一些 广告的一些效果 而这些效果的话 就催生了 就是你这个用户 你可以来怎么样 是retention 等于相当于就是 你这个用户会 回来看你的这个 landing page 等于相当于比如说 它还记得这个广告 那么它会回到 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它会回到比如说 ideas 就是国际数据工程数据 科学协会的这个landing page 是吧 2019年 人工智能大会 landing page 然后它会看 对吧 它会来去 再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大会的内容 以及我们这个大会的培训和workshop这些内容 然后最后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action 就是最后 最后怎么办 它会注册 在这个大会上 就是注册 然后购买我们这个train的这个服务 一直比如说我们有这个graph database 有这个python 有这个深度学习这些workshop 它会购买这些workshop内容 这个就是你整个的一个广告的一个策略吧 就是你这个策略的要勾输入这些steps 而这些steps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步骤 其实后边都有你这个广告团队的 比如说你的内容 你的渠道商 你的这个就是产品部门的配合 那实际上作为一个数据分析来讲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去track每一步 我们要去跟踪的这些matrix 然后的话去分析 我们的内容是不是 match我们的这个广告的策略 然后我们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去touch 对吧 或者是match我们的用户的这个需求 那么你通过对这种数据分析的这种方法 然后的话去指导 或者是提供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帮助 帮助这个广告的部门去提升他们这个performance 然后你这个整个这个广告的策略的话呢 实际上是从简单到越来越难 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它就像一个这个sales final一样 它实际上一步一步的conversion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越来越 这个conversion rate的话是0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你是怎么样 你是一步一步是变小了的 对吧 越往后其实是越难 你想想比如说我们去比如说去注册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大会 对吧 大概学生票可能有个90块钱 对吧 然后professional大概是150美金 那么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 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花销 还有一个周末 那么的话呢 从我们这个每次大会的这个广告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策略去走的 比如说先让大家去知道 我们是第四年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让大家来明白我们这个大会的内容 对吧 这个内容对你有什么帮助 如果你是一个professional的话 你可以来去学习这个就是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领域里边的一些前沿的技术 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可以接触到工业界里边的这些speaker讲的这些技术 然后对你找工作和你学习的内容 是有这个指导方面的这个帮助 最后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一步一步conversion到这个购买 这里边的话呢 你在不同的步骤 你所监视的这个matrix 就是你抵战这个matrix 所监视的这个kpi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 好 那么谈到这个广告 我们刚才说了 广告你overall的最大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就是RI 对吧 就是return of investment 那么你的investment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你的广告的这个预算 就是你在广告方面花的这个cost 那么这些cost是什么 是cost是你的广告的这个 刚才咱不说三个角色吗 你的这个client就是需要提供这个广告的这些服务商 或者是卖产品的这些商家 他们付钱给什么 给那个广告的这个提供方 然后deliver给这个audience 那么对于client这一端的话 它实际上是这个cost 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 对于这个广告方面的话 它是说我charge了这么多钱 就是我bill了你的这么多费用 那么bill的方法有哪些 或者说商家被charge的方法有哪些 第一个叫什么 叫cpm cpm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就是说cost per mile 这个叫soulson 等于就是说1000个impression 我的cost是多少 然后cpc是说cost per click 这个的话等于就是说 你作为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广告 就是广告的一个client来讲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我可以配你cpc 我也可以配你cpm 对吧 主要是看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更合算 甚至于我可以配你什么cps 就是我每销售的一个产品 我配给你多少钱 对吧 作为广告提供上的话 它也可以说 我prefer去charge什么 我prefercharge这个cpm 反正我也不管就是说你有多少click 反正我就向我的audience 比如说facebook 我就向我的1万个audience deliver的这个message impression出去 那我就要charge你10个cpm 也就是10个千的钱 对吧 好 等于是这个叫1000个impression 就是1000个deliver 对 还有这个cpa等于是 就是cost per acquisition 就是你每获得一个用户 或者是你比如说用户点击了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购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注册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一个action 然后roi这个咱们刚才说了 o其实大家最关心什么roi 对吧 cost per time 这是另外一种模式了 比如说我在banner上边 我要每天放比如说一小时 对吧 也就是24小时之内 我一共totally 就是我要放一个小时的这个banner这种广告 那么你cost是多少 对 这个对于广告商来讲 他会比较prefer什么 就是说保证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利益 但是对于这个广告这个client端来讲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经营的模式去挑选说 我是付给你cpm好 还是我给你付给你cp sale好 对吧 好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主要是以这种商业分析 就是以这种广告的这种client的这个角度 我们去分析了一下 但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作的一个 那个巨大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就是你要想在Facebook里好 在Google里面也好 他单本有一些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是吧 数据分析师 他们是在做这个广告这个系统里面的东西 那么这幅图就给你讲的是广告里面那些东西 就是怎么讲呢 就相当于这个就是现在你能看到的 比如说Facebook Deliver那个广告的话 那么他里边的是怎么work 对吧 里边的work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大概就是三个东西 就一个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ideas 国际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学会 是吧 为了这个10月份大会投放这个广告 然后呢 另外一方是什么 就是Facebook或者Google或者LinkedIn 就是可以提供这个广告的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是相当于就是可以去match这个广告的一种技术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 Jason我登录了一个这个Firefox 对吧 我登录进去之后 然后我登录到这个LinkedIn了 然后我准备去里边就是 加一两个LinkedIn的这个好友 或者去发一两个这个message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LinkedIn的这个广告的这个位置就腾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作为LinkedIn的话 他要做一个决定 我要不要给Jason这个人去投Ideas的广告 或者说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广告交换平台 他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把Jason 要把Ideas这个广告投在这个Jason的这个电脑上面 那么一般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一般的技术是什么 是要去beat的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作为这个广告的一个服务平台 或者广告这个交换平台 好吧 那么我看到Jason他打开了一个 比如说LinkedIn的一个是网页 好 这个广告的位置出来了 那好 那我就准备去投这个Ideas的广告给Jason 那我就去beat一下子呗 那么比如说我说好 那我就去准备投50美分我去beat 那么其实全世界范围内 想去beat这个的位置的人可能有不少 那么这些人的话 他们就会最后的作为LinkedIn来讲 他会怎么 他会去掉一个最高值 然后去把这个beat这个第二个位置的这个值 的这个广告投给这个Jason的这个网页 这个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就是说这种 你所看到的这种数据去这种广告 他那个背后所工作的这么一个原理 我想问问那个同学们 那为什么作为这些广告这种匹配商的话 他干嘛不去那什么 他干嘛不去这个直接就找一个最大值 那你不是利润最大化吗 你干嘛要找一个第二高的值 去选他作为winner 对 同学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Q&A里边去回答一下 好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 一个是从用户的角度介绍了 一个是从这个engine这个角度 把这个给介绍一下 那好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 就是在我们数据分析里边 我们能做的 比如说一个是我们想去分析一下click model 就是我怎么能够去提升我这个click的水平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为企业提供这么一个BI的一个报告 对吧 提供一个dashboard 然后去辅助我们的广告部门 然后去把这个广告部分去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减小这个spam 就是这个spam其实挺讨厌的 因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你要是click 就是cost per click 或者pay per click 那你当然你是希望 就是对你这个产品有兴趣的人去click 你并不希望说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spam 他就是为了charge你这个钱去click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里边工作机会的话 主要是两大类 一大类是什么呢 商业分析师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 帮助企业去提升 他的这个广告这个performance这一类人 或者提升他的RI的这一类人 这一类这个分析师 还有另外一种工作机会呢 就是刚才我介绍那个系统的时候 其实在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工程 这种professionals 然后还有engineers 他们是为那个广告系统本身进行工作的 当然除了Google Facebook这种广告提供商以外 外边的这种比如说广告的匹配商 就是Ace Exchange这种service的这种公司 也非常非常多 他们就是想办法 我怎么去匹配 对吧 就是这个用户和这个广告 以及这个广告的这个具体内容的这个投送 对吧 这个一共是这个三种工作的机会 我再重复一遍 一个是就是说 需要做广告的那种公司 他们要数据分析师 去提升他们的performance 然后这种广告的这种提供商 比如Facebook、Linkedin 是吧 Google 他们要什么 他们免购他们自己广告的这个service 对吧 他们也要去什么 也要提升他们的这个ROI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是 这个第三方的一些广告公司 或者是这个exchange 就是广告的这个交换商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公司的类型 那么他们他们做这种匹配的 对 那好 我这里找了两个 一个是呢 Google的这么一个Data Scientist 是吧 在Ads Marketing里边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苹果的 对吧 等于是一个分析师 在这个Ads这个platform的 那么我把他们的东西的话 总结了一点点 如果你是去做这种 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 两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一个是Ads Service 还有一个是Ads Exchange 就是这种工作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技能需要什么 首先你要需要Big Data 因为那个是绝对是Big Data的这个应用 里边还有什么 你要会这个Storm和Spark的Streaming 因为什么 因为里边它是一种 全部是一种流处理 实时的流处理的这种东西 对 然后这个数据库的话 除了Seql以外 Non-Seql 你还要对ETL也非常的熟 然后如果你是里边 比如说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 对吧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那个 你Facebook的话 你一个广告 你要不要投给这个 Jason打开的这个网页 那么你怎么样 你就是要去分析 在Jason的这个网页 这个Cookie里边 就是我们在Cookie里边 已经存了 比如Jason过去 打开过哪些网页 对什么什么是有兴趣 这些都是Jason的一些Label 你通过这些的话去分析 要不要给这个Jason投放这个 因为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 你投放了给Jason以后 那就算一个impression 如果你要是收费 你是按这个Cost per Click去收的话 你当然希望 比如说我投送了1万个 那我希望最好是1万人 他全都点了 点了之后 那我就可以去找运户去 去charge了 对不对 因为我是Cost per Click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怎么进行这种 这种这个分析匹配 让这个广告效率更是更高 然后当然这里边 就是各种的 比如说 Logistic Regressions的模型 然后之后 Classification和Clustering 这个主要是 对用户进行Sigmentation 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这个广告 到底Deliver 就给谁 对不对 然后你的时间序列分析 对吧 这个就都是 这一部分人 他们需要的这种技能 另外一部分工作岗位 咱们刚才说了 除了广告交换商 广告服务商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我就是普通公司里面的广告的部门 我需要一个数据分析师 一个数据科学家 帮我去提升 我的这个performance 那你这个里边的话 比如说什么 谷歌的analytics Facebook 这些 ads 这些分析的tools 一些统计的知识 economy的知识 然后我们数据分析里边的一些 比如说 Data Versus Addition的方法 Reporting 然后之后 Prediction 这些都是你需要的这种技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dominant knowledge 前面我们不是介绍了吗 就是你的广告策略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case吧 这个case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计算一个什么呢 计算一个CTR 就是click through的一个prediction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我们不是想去care这个RI吗 就是我的return of investment 获得我广告提供方 我想去预估 到底我投给这个Jason deliver这个method 它会不会去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点击预测的 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这里边这个case study的话 是书经学院的老师给大家准备的 我就把它勾示入一遍 首先 一部分是关于这个set这些features 一部分是关于这个app 对吧 一部分关于这个设备的 就是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就是移动设备 是电脑 对吧 这种 然后当然 这个数据机也有 大概是八个左右 是没有这个 就是一个匿名的一个数据机 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去做这个数据分析 或者是modeling 对 那好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去build一个模型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模型的话 是能够去预测这个click through it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等于相当于 你第一个 你要去掌握的 这是什么 就是dominant knowledge 对不对 决心当于我这个广告的 这个投放和工作的原理 以及工作过程是什么 第二个的话 你需要一些 统计分析的一些知识 以及modeling的一些知识 对吧 那好 具体我们怎么做呢 就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你首先做一些 比如说 data exploration的一些分析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需要怎么样 比如说 你先看一下吧 看一下 既然你是让我去 predict这个click 对吧 那我看一下这个click 和这个非click 他们今天的比例 能有多少 对吧 那么我去看一看 在你给我这个数据集里边 这个click的 它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是多少 对吧 这些最基本的一些 inspiration的一些分析 这是肯定是你要做的 对吧 而这个给你很多的 这种insight 为什么呢 比如像这一张 一天多少个小时 那么这些在不同的小时里边 你的这个数据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怎么样 我们看到就是说 好像是你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是比较活跃的时间 对吧 因为你看到 真的比较高吗 这个时间对吧 这个是你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你就能够得到的一个insight 然后之后你再看我每周Monday to Sunday 它的变化是怎么样 你会看到好像Tuesday Wednesday 大家比较活跃啊 为什么 因为周末嘛 那大家就都在家做各种体育的活动啊 然后周一刚上班比较忙 周一我刚去上课比较忙 周二和周三大家可能会比较闲一些 对吧 那么就是你的打开率也好 点击率也好 都相对比较高 对不对 OK 但是你看这个打开率和这个 就是点击和非点击的这个比例 其实倒是都差不多 就是不会说我某一天可能 点击率就会高一些 对吧 然后有一些比较讨厌的是什么 有一些feature 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像是小安不敢说有八个feature 你是不知道 但你仍然可以通过一些 这个简单的一些数据分析 能够去得到一些结果 就是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这个distribution的这些特色 对吧 但这个咱们是看到 等于上这是一个 一个feature是Banner这个position的这个feature 告诉你跟Banner这个position 相关的一些那个信息 对吧 等于你会看到 这个Banner这个比较好的是什么 是零和一 后边这些position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对吧 好 Site的一些features 你也通过这种分析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和Site的这些分析 以及Site的一些导命的一些知识 对吧 以及Site的一些category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device 对吧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不同的设备 对吧 它的这个 当然这个设备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不是太合理 为什么 因为好像只有这一种设备似的 对吧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疑问的东西 设备的这个type 对吧 然后app的这些features 最后的话 你有八个不知道的这些features 比如说你把这些东西都做一些可视化的分析 大概有一些insight 对吧 后边的话 等下你就去build你的这个model 对吧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位同学他是用了这个ICG Boost的 对 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用 可以去尝试一下别的一些model 比如说logistic regressions 这些简单的一些模型 对 好 我大概就把这个 今天这个内容给大家就是讲到这里 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在linked上面 我们可以连接成linked的这个好友 对 应该左边这是linked 右边这是facebook的这个二维码 你可以扫 对 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的话 实在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我们就是很快的 就是带了大家这个走了一遍 对 下面的话 我们会对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什么 金融啊 比如说风控 比如说NRP啊 一个一个的来去给大家做相关的这种讲座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放映权的话 交还给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铺 也希望大家的那个 就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的意见 好 那我这边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对 然后对 刚刚还有进行中 就是同学问这个下周公开课是怎么去报名 这个是我们下周的两个公开课 一个是讲这个 求职数据岗位的offer 求职数据岗位的这个简历 应该是怎么去准备 然后另外我们周日还是会给他们去 讲这个体育行业的数据分析的求职机会 那大家如果是对这两个话题感兴趣 可以扫描这个海报上的尔维巴来进行报名 好 那咱们今天讲的就进行到这儿 谢谢Jason老师 谢谢大家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主持人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末愉快